為防範武漢肺炎疫情 越南祭出鎖國防疫政策 尚為越南公民滯留 台灣因而向駐台單位陳情 對此越南外交部 回應中央社記者提問時 說明相關書運計畫 越南自三月底暫停國際商業航班 台越兩地因疫情無法正常往來 同時衝擊在越南工作 生活的台灣民眾 越南外交部沒有對重啟 台越往來商業航班 提出具體時間表 不少在台越人只能盼望 在農曆春節前恢復台越商業航班 返鄉和家人團聚 中央社記者陳嘉倫河內報導